您好欢迎收看6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联体育中学在2号举行毕业典礼 由校长古七皇亲自主持 县长徐正位立委副昆琦都出席 也颁发了县长奖给杰出学子 向毕业生学子致上诚挚着祝福 也勤勉毕业生持续充实自我经济学业 6月份是育儿园国小国中高中直升毕业的月份 2号上午花联体育高中在花联小居当举行毕业典礼 现在徐正位在把忙当中前来祝福毕业生们 也希望大家能够以科学方向来增进运动的体能 用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来获得佳击 另外我们不是头脑简单是不是吗 其实在科学的验证理念 运动员在运动方向脑内分泌的脑内杯 在之后的学习的效率更好 而运动员除了经验之外 很重要的是判断 非常重要 团队的合作以及个人的判断 以及团队经验的磨合和判断 所以这三年我相信在体中 各位孩子 你们学习到跟一般的高中 那孩子是不一样的一些专业训练 未来在你的人生里面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自由 祝福 我们要有纪律的教育 纪律的学习 纪律的训练 有纪律跟有自律 凡事如果没有办法自治自律 自我管理之下 那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周恩阿姨为大家在花体毕业 周恩阿姨恭喜大家 纪律福跟其同时也欺免花园体育高中的毕业生们 良好的方法和习惯运动 未来才能够大方异彩 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无限的精彩 年轻就是很轻 各位女学们 不要怕失败 要努力 未来在体育的殿堂 有机会成为职业的选手 千千万万记得两个事情 运动习惯 运动方法 运动方法 由老师教练来培训 运动方法 对也不容易受伤 运动习惯 每一天世界到了 你就一定在那个世界上运动 千千万万 365天都不能打到你的前奏 要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 千千万不能放弃你的运动 千千万万 千千万表示 今年在全中的经济当中 华年体育中学生们可以说 是屡获夹击 展现华年体育选手的摇篮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展现选手们的未来人生 就在中央以滑水了